斗魄 至无上之境 第706集 怎么了 石子长老 公子杀了七大神将那不是好事吗 那些怪物就应该全部杀掉 千宁见到石子长老焦虑的模样 有些不解的询问 唉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若是血怪追查过来 以我族现在的实力 若是真的有更强的血怪追查过来 恐怕我族难逃劫难哪 石子长老说出了心中的忧虑 硝烟闻言眉头微微皱了皱 不过这斜血神将的九星巅峰实力 在他的眼中根本不堪一击 长老放心 这些什么所谓的七大神将 也只是寻常货色而已 这样的外来物种不必担心 即便是有斗仙的实力 我也敢与其一战 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自然会护你们周全 硝烟思索了一下 便缓缓地安慰 石子长老看了一眼硝烟坚定的眼神 愣了愣 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他不否认眼前这个男子似乎的确有这般实力 敢说这样的话 而且硝烟的身上总有一股让人莫名信任的魔力 仅仅六人就灭掉了十万八星血怪 三个九星血怪 和七大神将之一的斜血神将 而没有受半点伤势 足以证明他并非信口雌黄 而是真正的有这个实力 去说这样的话 做出这样的承诺 父王的伤势越来越重 恐怕是等不起公子 找回九转涅槃果了 千宁刚才沉浸在硝烟他们 全部凯旋归来的胜利喜悦之中 随后便是想到了他那重伤在身的父王 脸色一下子就哀沉了下来 心中难受万分 嗯 的确 若真是如公主所说 要闯过一季 在逆流瀑布后的精灵沼泽 光来回的时间肯定不够 何况还不能保证路上有没有意外发生 也不知是否有其他办法 若是能够直接越过遗迹和逆流瀑布 也不是没有希望 萧嫣眉头紧皱着 算一算 时间的确不够跑个来回 就算全速前进 也是不够的 更何况 这九转涅槃果 也不是随地种的大白菜 扔在地上随便就能捡到的 几人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的确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难道除了九转涅槃果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千宁充满期待的眼神看向萧嫣 萧嫣也是苦笑着 微微摇了摇头 之前倒是帮南尔明重塑了肉身 但南尔明的运气实在是太好 不仅有神韵之石 还有一道远古之魂 这二者可谓是缺一不可 若当时没有龙林王的残魂所在 以南尔明稀薄的魂魄 想要重塑出肉身 恐怕成功的几率也不大 这样的条件机遇 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所以如今除了九转涅槃果 萧嫣想不到还有别的办法 能够救人渔王了 若是真有其他办法 萧嫣早就帮鬼影重塑肉身了 也根本不会浪费时间 来金色海洋逛一圈 也不是没有捷径 不过这一条捷径 太过凶险 石子长老咳嗽了两声 然后表情凝重地说 萧嫣和千宁都是同时 看向了石子长老 哦 长老但说无妨 再大的凶险倒也不怕 萧嫣追问 若是有捷径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萧嫣也是愿意去闯一闯的 石子长老思索了一下 看着萧嫣目光坚定 长叹了一口气 便缓缓地说 哎 若是想从这里 到达精灵沼泽 即便直走 也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方可达到 不过 倒是可以借着暗流 能够穿梭到海底下方 自然所形成的天然虫洞 也许能够把时间缩到最短 石子长老的解释 千宁一听 便是立刻摇头 石子长老 虽然曾经的确有人成功地通过 但是虫洞连接的方位 犹如蜂巢一般 更是千孔百味 若是靠着暗流的里面 根本不晓得会到哪儿去 更有传言说 这虫洞中有吞人的虚空怪物 可是万万去不得 千宁的表情凝重不已 暗流虫洞的传说 早已是传遍开来 没有人敢去那里 更没有人敢去尝试 暗流本身 就拥有着强悍的撕扯力 莫说八行 寻常的九星都不敢触及 这一点硝烟众人都深有体会 除了硝烟之外 其余人皆被暗流弄得 受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伤 硝烟文言 眉头也紧皱起来 千宁和石子长老口中 所说的暗流 恐怕就是他们 刚刚所经历过的那条暗流 这些暗流直同海底 这一点倒是不错 据西城的虫洞 都是人工建造 其中的安全程度 自然是不言而喻 天然所形成的虫洞 必须有强大的能量所支撑 而这种能量 因为是天然的 所以存在着 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若是一个稍微不慎 便会误入虚空 把自身陷入一个 极其危险的境地 听到虚空怪物之后 硝烟也微微沉吟 虚空之中并非没有生命存在 硝烟曾来斗地大陆之时 便遇到过 当时觉得是一个很强的玩意儿 不过放在如今 也许就不值一提了 但也不清楚 这虚空之中 是否真有更强大的东西 如此冒险 且又不一定能够 真的达到目的 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硝烟等人都焦虑不已的时候 忽然外面传来轰轰之声 声音震耳欲聋 这是快速地穿梭在海水之中 所发出的声音 海水传播声音的速度 比空气更快 硝烟眉头一皱 便猛地转过头 顺着声音望去 爆 爆 公主 有两道气息 正迅速靠近人与祖 一个护卫急速过来 对着千宁 抱拳凝重地说 哦 真的来了 石子张老脸上 露出担忧之色 硝烟刚杀了邪血神将 没想到这报仇的 这么快就来了 哼 来便来 我倒要看看 这所谓的七大神将 有几分能耐 担得起这等称位 硝烟紧握拳头 脸上毫无聚色 便是迎着气息而去 兄弟们 准备战斗 硝烟手一挥 在一旁休息的众人 再度神色凝重 快速地 来到了硝烟的身后 而小女孩 则是一直被青木儿牵着 来到了硝烟的身旁 小骗子 我们走了 那她怎么办 硝烟看着被青木儿 牵着的小女孩 苦笑了一下 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 开口安慰 你便先在这里待着 这里没有坏人 很安全 而且他们会照顾好你 我们去去就回 硝烟也不知小女孩 听没听懂她说的话 小女孩空洞的眼神 看了一眼硝烟 目光一转 又看响了轰轰而来的声音处 龙 龙 左 小女孩再度开口 依旧还是这两个字 仿佛只会说龙 左 二字 硝烟也不知小女孩 究竟要表达什么 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如果真的是血怪追了过来 再解决掉便是 小女孩待在了原地 千宁来到小女孩的身旁 对着小女孩温和的一笑 便牵着她的小手 青木儿看着千宁 微微点头示意 也随着硝烟 飞出了人鱼族的防护罩 来到了海水中 每个人都神色凝重地 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须余 两道光芒在硝烟等人的眼中 急速放大 旋即缓缓地停了下来 眼前的人影也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嗯 怎么二人身上没有半丝杀意 而且他们的气息也不像是血怪 硝烟灵魂之力探出 微微沉吟 不过不敢大意 本以为血怪都是没有灵质的玩意 刚刚见到的三只九星血怪和斜血神将 都能开口说话 且灵质不低 特别是斜血神将 他的模样已经接近了人类 这眼前两道人影也许是更强的血怪 前方来者何人 有何意图 硝烟缓缓开口 就在硝烟开口之时 对面的一道身影忽然猛地一惊 猛地抬起头看向了硝烟 硝烟也注意到了这道身影 他见到这张脸庞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脸上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 啊 子 子言 硝烟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在这片界空 这张脸庞虽然已经很久不见了 但与硝烟曾经并肩战斗于斗气大陆 朝夕相处 硝烟又怎会不熟悉 五官深深地刻印在硝烟的脑海之中 一头浅紫色的绣发 海水中微微地浮动 但也挡不住脸庞上精致俏丽的五官 特别是那双浅紫色的双眸 额头之上也长着两个小小的鸡脚 看上去还有几分略微可爱 虽然已是成年 但子言在龙族中的年龄 还算是小的了 模样还是像一个小萝莉一般 硝烟 紫言也在这一瞬便认出了硝烟 立刻惊呼 精致的脸庞上立刻布满了笑意 他孤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一个人也不认识 长此以往 突然遇到了一个故人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激动和高兴 是难以掩饰的 更何况 硝烟和紫言 本就有着深厚的情感 曾经的那个蛮力王 无比霸气的小萝莉 打得四处翻江倒海 霸道的力量 让无数人胆寒 就连当时的硝烟 都是称其不已 二人闯荡斗气大陆时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二人本来想走近 看看彼此说说话 忽然几乎都是同时 看向了另一方黑暗的海水中 有两道气息 正在急速地靠近 而硝烟的灵魂之力 明显地感觉到了那种肃杀之意 一如之前 在那些血怪身上感受到的气息 一模一样 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敌人 硝烟的眼神微微沉了下来 黑暗中 两道黑影缓缓出现 依旧是那种血红色的皮肤 不过两人身上 都身着一身暗色铠甲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比硝烟更强 也是九星巅峰 硝烟能够从二人的身上感受得到 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比起斜血神将 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人鱼族 原来真的是你们 你们胆子可真大呀 连七大神将你们都敢杀 那么今日 我便让你们人鱼族 彻底消失在金色海洋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 散发出来的杀意 更是毫不避讳 仿佛在他们的身后 连海水都变成了血红色 这道声音响彻整个人鱼族 人鱼族上下文言都是一惊 各个眼神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石子长老和千宁 都是面色一变 听这个口吻 是真的招来了血怪们的强者 哦 是吗 要灭掉人鱼族可以 那就要看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硝烟冷冷一笑 缓缓对着刚才说话的那两人 这两人明显被硝烟吸引住了 哪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竟然敢这样对他们说话 随即目光看向了硝烟的方向 你是谁 实力还算不错 九星后期 倒也配与我一战 看你的样子倒不像人鱼族之人 不过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其中一人也是冷笑一声 口气十分的不屑 说完之后 强烈的杀意立刻习想硝烟 而这种杀意 其实也是一种灵魂之力 面对着浓郁的杀意 硝烟的灵魂之力立刻涌出 世界后期的灵魂之力 已经算是很强的存在了 浩劫之后的斗地大陆 拥有着世界灵魂之力的人 都是极少数 所以硝烟的灵魂之力 世界后期 已经算是极强的存在了 硝烟的灵魂之力 立刻占据周遭 强势的攻击 直接将那人所散发出的杀意 给生生压制住了 对面的人 似乎也是一惊 猛地抬头 两只带着血光的双眸 狠狠地看向了硝烟 看样子老七 应该就是死在了你的手里 此人沉沉地开口 感受到了硝烟强大的灵魂之力 便立刻知晓了 我还在想人渔族已经如此弱小 还有何人能够杀死老七 原来是多了一个人族的杂碎 老七也真是大意 竟然对付不了一个九星后期的人类 真是丢脸 身影语气不善 此刻彻底把仇恨 全部都转移到了硝烟的身上 我觉得你们两个也会丢脸的 灵牙俐齿的人类 那便让我看看 你有何能耐 说这狂言 身影怒吓一声 便是抬手一掌拍来 身后的海水立刻掀起强大的海流 然后凝聚出一道百丈之大的血掌 朝着硝烟轰轰而下 硝烟 身后众人此刻全部看向硝烟 他们自然知晓硝烟的习惯 硝烟似乎此刻并没有打算 要他们一同出手 这种杂碎还不用你们出手 我一人便够了 硝烟扭头对众人说道 说完之后身形一顿 便是冲了上去 随即抬起一掌 大天造画场也轰轰而去 两道身影似乎并没有打算 与硝烟单打独斗 一道身影开始攻击 而另一道身影也同样飞了起来 朝着硝烟 一招撕裂而来 就由天使走 让一边 就由天使开 打狗独斗 按摩 打狗独斗